上山下海抓鱼十倍 百岛洞头藏有哪些真凶美味 红糖麻糍 石火老鸭 温州酱鸭蛇 生醉江蟹生 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哪些味蕾体验 温州海边学欧味 十里霓虹再欧江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什么样的美味让人馋了两千多年 各位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今天呢 我们要一起去东南沿海城市温州 温州这个地方啊 是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四季温润 气候宜人 而且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也造就了温州奇袖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渔业资源 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 古朴幽远的东欧文化 与灯红酒绿的霓虹叶色相互碰撞 会呈现出怎样的活力呢 让我们夜游欧江 品尝海鲜水产 去尽情地感受一下具有独特魅力的欧彩吧 温州古为欧地 也称东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东南沿海商贸重镇 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 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两千多年深厚文化 与时尚优雅的潮流艺术 在这里碰撞交融 像燃烧的导火线 而终点就在温州火辣迷人的夜色之中 为了探悬温州夜生活的精彩 我们找到了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的主持人小米 小米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 因为温州被称为东欧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跟欧子有关系的 那么温州人喜欢吃海鲜 所以有关于海鲜的料理 种类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温州的厨师他们非常的厉害 总是可以把最好的这种海鲜食材做得花样百出 当然还有这个江里游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山珍海味 我们这都能吃得到 来到温州就不得不说说这里的特色招牌 海鲜 小米带我们来的第一站 就是温州夜间十分火爆的海鲜排档 我们发现来此进餐 首先要经过点餐台前的增强 在您点餐的话一般会点哪些 那现在比较实力的是加蟹 加蟹比较肥 这个巨蟹是最实力的一个海鲜 比如说水肠豆腐鱼都是很新鲜的 都是比较实力的 沿海地区就喜欢吃咸货比较多 然后像鱼类的话像苍鱼这些 黄鱼这些都比较多的 然后现在不是金鱼期刚刚过去 然后现在海鲜特别多 然后价格也还蛮OK的 就是喜欢吃清淡的 然后新鲜的 不能吃太辣的 然后像生吃啊 然后那个葱油啊 清蒸啊 这都是我们比较喜欢 因为新鲜嘛 在温州吃海鲜 讲究一个鲜字 产自东海的各类海鲜捕捞出水后 在第一时间就被运送到各个饭店 在海鲜名档上可以看到 五花八门的海鲜水产 整齐的摆放在冰块上 种类繁多肉质鲜嫩 感觉在咱们这边的海鲜排档点菜 就像在逛市场一样 对 就逛水产市场一样 咱们现在这个鲜有哪家 石令的海鲜 这个是石令的 就是那种小黄鱼 还有就是江蟹 你看 这江蟹 在进鱼期之后 江蟹会大量的上市 而且呢 它非常非常的肥 对 感觉这个壳已经被撑起来了 是的 因为食材新鲜 价格实惠 所以海鲜排档 也是温州人最常光顾的深夜食堂 刚刚晚上六点 各路时刻就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一个鲜嘛 肯定要鲜嘛 这个是肯定最主要的 我个人啊 比较喜欢吃生的 因为我对生的很喜欢 尤其在那间店吃 但是生的如果一旦遇到不新鲜的 那肯定是大家都知道 不太喜欢吃的 所以这里感觉好像都挺惊心的 餐桌上 各色菜肴让人眼花缭乱 数不尽的温州名菜琳琅满目 小米告诉我们 在温州 许多特色菜肴 都与当地产的一种食材 免鱼有关 免鱼头烧免鱼胶 就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菜肴 免鱼在温州人的餐桌上 其实是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而且你看这里面有免鱼胶 它是补的 比如说像孕妇补身体 病人生完病之后回来 要养身体 都会选择用免鱼去做成各种各样的菜品 在温州寻仙 除了吃鱼 当然还少不了蟹 江蟹生 江蟹烧丁锣 两道菜的食材都是江蟹 但一冷一热 自然是两种奇妙的体验 烹热的技巧 吊足了食客的味泪 但温州海鲜排档的火热 更是得益于新鲜的食材 据说 想要寻找到第一手的海鲜会员 就需要到欧江口外的冻头去看看 冻头猎岛散布于东海大陆架上 西北距温州市区约53公里 由103个岛屿和259座岛礁组成 这里海产丰富 风光奇秀被誉为东海明珠 在冻头 最新鲜的味道 还是得直接下海去寻觅 杨森全在冻头的海边 经营的一家民宿 同时他也是一位海鲜烹饪高手 我们打算跟随杨森全去看一看 冻头的海底会藏有哪些真羞美味呢 因为今天正好台风来了 所以说我们来这个鱼排上 虽然我们这是鱼排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海水 你看大家看到没有 深度这里是很深的 其实就像跟野生的 也是基本差不多 这里往下里面 有黄羽 黑雕 这个包公鱼 有很多的鱼类 杨森全告诉我们 因为台风就要来了 所以只能在近海的鱼排上探寻美味了 那么这里养殖的海鱼 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像这个鱼如果我们要食用的话 到一斤二的时候 最少要两年时间 要养这么久 对对 养这么久 所以说 这个投入的成本也很高 对对对 这个投入成本很高 还有一个 像我们这边的鱼的食料 都是小鱼给它吃 这个小鱼小虾这些都给它吃 我看那个鱼小的时候 很像鱼寮温泉里面那个小鱼 对对对 像那个我们的脚发去可以 清那种鱼的 你看 这鱼多好 鱼多好 对你看 手一放它就过来来 个头不大的小黑鱼鱼 还要经过两年的生长 才能当作商品鱼交易 东海优质的水域环境 漫长的养殖周期 造就了这些鲜美的食材 温州餐桌上数不清的真凶美味 尽出于此 现在我们大叔可以捞鱼了 这是什么鱼啊 我们是防山鱼是吧 防山啊 防山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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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好大 刚才看到没有小苗 就这么小鱼 开始慢慢慢慢延大 在温州 人们吃鱼就是要吃鲜 杨森泉告诉我们 除了鱼虾蟹 洞头还有很多贝壳类的海鲜 同样是餐桌上少不了的 现在我带你去捡海螺 贝壳类的 看有没有佛手啊 小鲍鱼啊 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贝壳东西 带你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摩托 正好现在是退到时间 好不好 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收获 好 抓紧了没有 抓紧了 抓这里 好 走了 对 洞头别名 东海明珠 也称白岛洞头 大大小小的岛屿 散布在海岸线附近 迎着浪花 乘风破浪 杨森泉带着我们 来到了一处岛礁上 在岛礁的礁石上 就生长着各式海螺 但是这些海螺贝类摘起来 却并不容易 岩石非常逗壳 而这些贝类往往生长在岩石缝里 或是小水潭和石垢下 今天的收获如何 是不是得碰冤气呢 你看这个就是水津罗 这个长在岩石上的这一颗 对对 这么多 都是你看 好多 都在冻的 它就是在石垢下面 你看这里 这里很多 喜欢生活在这种背光潮湿的地方 对 潮湿还有光滑的地方 来到了这里 杨森泉立马就显现出了冬道主的主场状态 虽然各类海螺贝类生长在隐蔽的石缝和水坑里 但这都难不倒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冻头人 来来来 赶紧 那里的大货手 看到了 来来 来 来看一看 好 这里的大货手 这是一个重大收获 很难找到 这个货手比较大 看到没有 这个 你看 这个货手大了 这两个很大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在下面 现在下面 对对对 然后这两个 看一下 这两大 我把它弄出来了 这个货手吸得很紧 对 好多 对 这个大的 你看 大货手 这个东西还真的没吃过 它颜色这么漂亮 对 这个我们这个冻头 我们这边的 叫它 叫货手 这个货手有很多种 有种金货手 那种价格是很高很高的 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 盐水 直接放锅里煮 或者蒸一下 这个 它一嚼 这个肉就出来了 不到一个小时 杨森泉的小篮子里 就有了不少收获 临近傍晚 潮水开始上涨 杨森泉 也准备回去了 新鲜的食材 新鲜的食材 做起来也十分简单 清蒸黄山鱼 可以保留鱼肉鲜美的原汁原味 在鱼身上划上斜刀 撒上葱花 姜片 以及少许佐料 盖上蒸笼 半个小时后 新鲜的清蒸大黄鱼 就做好了 海螺的做法也并不复杂 将葱 姜 辣椒 蒜末倒入热油中爆香 放入海螺爆炒一分钟 再倒入酱汁 待汤汁收完后就可以出锅了 五花八门的海味可以说是温州的一张名片 而温州海鲜的长鲜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 要想更深入地探学温州第一道美食 下一站小米会带我们去哪里呢 除了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海鲜之外 其实温州人对于吃鱼的这种方式 会有很多种花样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看到的鱼丸 鱼饼 然后还有一种叫敲鱼 就是它跟鱼丸和鱼饼一样 都是温州人餐桌上最常见的 三道由免鱼衍生出来的食物之一 三丝敲鱼是温州市 家喻户晓的一道传统名菜 由于制作简单 几乎家家都能做 将鱼肉切片铺在撒满淀粉的砧板上 使鱼肉沾满淀粉 用木锤把鱼肉慢慢敲成薄鱼片 放在沸水里煮熟 加以调味品与配料 最后摆上鸡丝 火腿丝 香菇丝 以及烧熟的菜心 这道三丝敲鱼就算是完成了 像这个温州人自己家 在什么时候会做这种菜 是那种节日吗 还是平时就吃 平时就吃 但是在以前温州就是 经济还不好的时候 像过去八十年代 也就有这个菜了 那个时候还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有的吃 但现在呢 就是平时的家常菜就能吃 我看这几个菜也非常有特色 这个也是用鱼做的 是 这不是冬瓜 这可是鱼皮 也不是果冻 对 也不是果冻 也不是什么 对 面粉做的东西 它就是鱼皮 所以你看满满的胶原蛋白 女性要多吃一些 在温州品美食 除了在水里游的 还有地上跑的 这道温州鸭舌和温州酱牛肉 也是时刻召唤着温州人熟悉的味道 肥瘦相间的酱牛肉 带着一点不想被轻易嚼烂的倔强 红通通的鸭舌 不仅卖向好 味道也很不错呢 不过要想深度探寻温州的美味 这些还远远不够 听说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食材 会长在树上 或是扎在土里 要想探寻他们的秘密 就要踏上一条全新的征程 燕荡山 位于温州市东北沃海边 山水齐秀 素有海上名山 环中决胜之域 在这里会蕴含着哪些美味食材呢 刘永杰 是浙江欧菜传承人 从事烹饪工作已有四十余年了 今天他准备寻找一些山野间的特色食材 来制作菜肴 这一趟会有哪些不一般的收获呢 有一天我偶然的一个朋友 他到那个电视台上去 他那天发现 他说 林永杰 他说这个山上 上面有些野菜在这里 我说不可能的 然后我那天就过来在这里 开了 开了又真的发现 这个是野菜 把菜子进去过来 把野菜也做一道菜 咱们来山上采这种野菜 野味也是要看运气的吧 不是每次来都能有收获的吧 对对对 这也是季节性的 你刚好这个季节有 再过半个月就没有了 这个季节的大山阴雨绵绵 当走到半山腰时 天空下起了小雨 茂盛的花草植被在雨水的拍打下 散发出浓郁的清香 再次把大山的礼物 馈赠给当地人 就这种野菜 叫富贵菜 就是这种 还很多呀 很茂盛的 这个就是五六只野就可以了 在这里下面老了一点 口感就不好吧 对对对 小雨刚停 刘永杰就在半山腰采到了富贵菜 这种野菜可以凉拌 也可以炒着吃或者做成汤 据说有着清热解毒的功效 不过采到富贵菜 还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 刘永杰告诉我们 还有一种食材在当地更具知名度 你看一下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老的 老的它一直已经掉了 那么我们正体为了这个食材的话呢 做一个野生食物 炖老鸭 可以跟鸭子一块顿 对对一起炖 老鸭呢 最起码是都是十年以上的 那么材质有功效 刘永杰告诉我们 这种名叫铁皮石壶的植物 是一种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都极高的草本植物 可以用来泡茶 榨汁喝 也可以在煮粥或煲汤时 放入一些可以增加独特的风味 那像怎么这个石壶 通常要生长多久才可以摘 才可以吃 像它这样子的最起码是 已经是三年了 要一定要等它老 像这些 这些大概就是一年多一点 就很嫩绿色的 对对对 这些是老一点已经 刘永杰常用这些 产自本地的特色食材 招待客人 石壶老鸭这道菜 就是其中之一 新鲜优质的食材 做起来简约而不简单 将整只老鸭清洗干净 切成块状 倒入清水中过水去腥 再同姜片石壶一同放入煲汤锅内 耐心等待四个小时就能出锅了 我们发现这个小锅的造型也很有特点 这会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呢 因为有通过盐 传到这个锅里面才是热起 才是把它慢慢的汤就焖出来 怎么下面这个锅里白色的都是食盐是吗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盐 然后把盐加热 然后把这个传到的这个小锅里 对对对 那这样做的口味 这道富贵菜的做法更加简单 食材过一遍废水可以摆放入盘了 上面撒上当地人喜爱的虾米 旁边摆放一小堆粉干 和石壶老鸭打配在一起 顿时活色生香 我这个是鸭汁的野生师傅 他们这种种子是从高山上 苗拿下来种在树上 种了已经是四年了 那么今天我把它摘过来 配那个老鸭 浓香温润的石壶老鸭打开盖 细细品尝 让味道印在心里 新鲜的富贵菜 润泽焦嫩 轻轻咬一口 慢慢地感受大山深处的厚礼 洁白无瑕的红糖麻糍 紧紧地簇拥在一起 似乎更惹人爱了 土生土长的跳跳鱼 躺在客纸上 飞鱼文化跟美味食材 在餐桌上奇妙交融 温州 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 东欧文化 伴随着欧江水远远流长 说起来 这个欧字里所蕴含的 不仅只有挑动石壳味蕾的欧菜 温州有着百宫之乡的美誉 从事工艺行业的专家 大师在温州数不胜数 温州的泥塑称为欧塑 看名字就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它也是我们探学欧文化的另一站 清红是欧塑飞鱼文化传承人 他告诉我们 欧塑简单来说就是用泥来作画 用铜油和石碾合成为原料 每一个造型 每条纹理都是用手工一点点塑造出来的 我们这个欧塑聚考证 大概是汉潮的时候就有了 从这个漆气木气这一块系统里面 延伸出来的 它是从堆砌门发展而来的 堆砌门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泥土 也可以称之为漆泥 因为里面有漆同有的元素在里面 之所以它能够千年不坏 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同有的原因 现在清红在温州的一所中学里 担任欧塑社团的导师 通过课堂上的交流实践 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欧塑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 其实它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 但是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里已经断城了 断城了很长时间 后来因为白线塔坍塌了之后 我们当地有一位学者 他通过神文物局这一块 把它们引荐到温州来 然后挖掘我们的谷物 然后从这个塔里面 挖出舍利行之类的 上面就有欧树 那么从此之后 我们的欧树重新振兴起来 重新把这个命盟延续下来 文化承载着创作者心中的情感 每一个温州人对家乡的热爱 都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课堂上创作的亭台楼阁 题材就来源于这条流进温州的欧江 许多温州人牵起地把欧江 称为温州的母亲和 两岸一座座亭台楼阁 记录了温州的历史 吴永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 我们邀请他作为温州的文化向导 这个朦胧夜色 乘坐游船夜游欧江 夜间的欧江 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意外惊喜呢 伟大复兴中国梦 温州正在努力奔跑 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 欧江北岸的灯光秀 以演温州传奇 向欧月山水为主题 在流光溢彩间 威威到了温州的溯源与发展 我从内心谈成中 游览生的那种自豪感 真的非常震撼 对祖国那种感情 对祖国那种热爱 真是一种上市的一段时间的高度 都感觉非常的自豪 自己是温州人 因为我本身是作为一个新温州人 过来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到温州来上班 今天我们刚好暑假里面 我母亲过来 带我母亲过来 一起来参观一下 好 接下来就要提出 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呢 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 无限级 在温州啊 你可以品尝丰富的海鲜盛宴 以及欧味的菜肴 如果晚上你想去吃热门的海鲜排档的话 那一定要赶早 去晚了的话呢 新鲜的海鲜食材 可能选的余地就不多了 当然了 除了美食 你还可以去欧江 感受一下灯光的视觉盛宴 去燕荡山和洞头 感受奇袖的山水美景 如果你想去海边游玩的话呢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出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下天气预报 要和专业的人士一起前往 如果当天有台风预警的话 那一定不要盲目出海 塞里屯的时尚磁场 神奇的魔术酒吧 京城最牛的汉堡 餐厅里体验失重高科技 等位队伍为何在轨街 竟成壮观景象 深夜食堂里又藏着 怎样的童年美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